家中地面倾斜 担心老人眩晕 出意外 客厅的地板是倾斜的 我在客厅里面打电话的时候 打了一会儿之后我就晕了 如何能够不翻修 不大动 迅速处理地面问题 两代同堂又有何装修要点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 加一些那种印记紧细按钮 前倾是扶手 家里的父母在上厕所的时候 他给他一个作用是 人靠在前面 欢迎收看《入家有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装修类新闻资讯节目 住家有道 您所有的家装难题 都能够在这里找到解决之道 年轻人与老年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那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而在这其中 其实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部分 比如说两代人 他们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 那么两代人的思维理念 也有很多的不同 以及两代人 他们的身体状况也不同 其实都会对年轻人和老年人同住 带来一些影响和矛盾 那我们今天的求助人容先生 他就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老父亲 接来和自己同住 但是他就遇到了一些难题 那具体是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看视频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求助人 因为工作的关系 最近搬到了这间屋子里来住 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这边的交通 还有生活设施都非常的便利 包括医院 公园 还有商场 都离得非常的近 所以我想把我的父亲 也接到这里来住 这幢已经有将近百年历史的沿街建筑 是上世纪著名的设计师 乌达克先生在上海留下的杰作之一 求助人容先生目前就居住在这幢建筑的顶楼 这套房子是东西走向 共两室两厅 正好满足容先生和父亲同住的需求 我的父亲年纪大了 腿脚也没有那么的方便 在这个屋子里面 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咱们的这个客厅的地板 是倾斜的 而且坡度非常的大 就像我用这个可乐的话 它是可以直接往下滚的 我都不用去推它 它就直接往下走 有一次我在客厅里面打电话的时候 打了一会儿之后我就晕了 我觉得我把我老父亲接过来之后 他的年纪比我大 我都会晕 那他可能会晕得更厉害 所以这会是一个安全隐患 另外呢就是 我生活的习惯跟我父亲不太一样 所以也希望节目组可以给我一个 相对安静的和独立的空间 这样的话也不会去影响到我父亲的休息 容先生是一名舞台剧演员 晚睡晚起日夜颠倒的生活方式 与老一辈有较大差异 因此容先生也希望能够在照顾老人的同时 拥有一些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 那为了容先生呢 我们今天特地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 繁座设计工作室的主理人李方正 欢迎方正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方正 另外一位呢是建材专家 上海东理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宁敏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宁敏 宁敏建材专家 龙先生自己说呢就是因为在房间里边 这个地板有坡度啊 所以说常常会造成自己有一个眩晕感 所以我想先请教两位 那么从就是常规来讲的话 这个坡度大概达到什么程度 就有可能造成身体的不适 一般的适宜坡度是0.5%到2% 其实可能到2以上以后人的那个体感的感受就会更加强烈 那种倾斜感就会更加 晕血 我觉得如果按照目前的情况的户型比较小 如果发生1到2度的情况的话呢 应该是不会让人感觉不适应 我们以前也遇到过这些问题 但我们发现主要的问题还在于灯光的平闪 还有就是家居的颜色过多 第三个情况呢就是甲醛含量累积起来以后 超标对一些敏感度来说 它会觉得有点晕眩 当事人的主观感受可能和客观的原因之间 它可能不一定是完全成正比的 那可能是龙先生觉得说 他只能够找到唯一的原因就是这个坡度 但是站在专家的眼里 很有可能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因素 那么龙先生在家中感到眩晕啊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设计师呢在录制今天节目之前 还特地探访了龙先生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你好 你好 龙先生你好 我是本次的设计师李方正 你好 来来来 进来进来 我这个房子是二三十年代造的 这个房间呢是属于是顶楼加盖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这个地板就特别特别斜 而且我每次站上去的时候 就是明显就会感觉到头晕 五十年代相关部门 在这幢原本六层的建筑屋顶排水面上 又加盖了一层 求助人龙先生 目前就住在这加盖出来的第七层 我要把我父亲就接过来 在这一起住 那我在想我年轻人都会感觉到头晕 那我父亲已经那么大年纪了 所以我怕它会晕得更厉害 龙先生其实这里好像没有一个空谷的声音 那可能他就没有用木龙谷搭设这个木地板 可能就是石库地面 我看到这边有一个小坎 大概有一公分多一点点的样子 这里是没有坡度的 对对对我在这一点问题没有 就不会晕 这边就开始有坡度了 慢慢开始倾斜往上走 再往上的倾斜度可能也会有一些 这里的坡度是差不多的 也是一度 这边也有一个从这边向下的一个坡度 也就是说我们的制高点是在房间的这个位置上 因为龙先生的家是在原有六层建筑的屋顶找坡结构上搭建的房屋 所以位于原有找坡结构高处的客厅西面就成了全屋地面的制高点 整个房间的地面向东南北方向倾斜 各角度倾斜坡度约有一度左右 通过弹珠实验可以清晰地看到屋内地面的倾斜情况 而这一倾斜问题也同样出现在了卫生间的地面上 它这个地面还是保持了原有那个屋面的找坡关系 所以说从地板上看就能看出来那边明显是倾斜角度 那边要低势一点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而且我们用了磁砖地板 所以说在老年人使用当中 就是如果如厕过久或者是洗浴时间过久的时候 会造成湿滑 还有就是我能很明显看到这个 这里还是有一些霉菌 那其实在老年人的一个生活习惯上 这个霉菌呢 因为您是卫生间 所以说必然我们的身体会跟霉菌产生接触 那可能会染上一些湿疹 脚险的一些生理上的问题 除了倾斜的地面和磁砖地面的隐患外 荣先生想和年近八十的父亲同住 卧室的选择也是一个难题 主卧是东西向的房间 面积虽大 但是采光和通风较差 而且窗外时不时有人经过 私密性受到影响 四卧虽然为南向卧室 却近临淮海路 噪声大 房间小 空间局促 这方阵呢 是实地去查看了 那应该感受更加不一样 而且我看到你现场测试下来 它的整个这个地面的斜度 应该是在一度左右 对 那我更加关心的是 当你站在这个现场的时候 你会产生那种晕眩感吗 因为它客厅大概有三米多长 它会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小坡度 然后这个坡度呢 如果它有1%的话 它就会抬高三厘米 这个三厘米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但是我个人的角度 我是不太会的 因为每个人的个人 人体体体征 感知其实不太 对 这有个体差异 对对对 还有一点 荣先生他本身是从事艺术工作的 他可能相对更加敏感一些 也有可能 是 明明在平时普通家居当中 有哪些因素 如果说考虑不当的话 就有可能会造成晕眩的 灯源 家居的摆设 颜色搭配 过于杂乱的时候呢 也会让一些敏感度比较高的人 会觉得心愿 我还有一点想请教的是 比如说已经造成这种 一度的这种斜坡 我们一般意义上来讲 在找瓶的时候 会有些什么样的方法 因为我们的这个荣先生家 他在屋顶层上加盖了一层 所以说他原来的这个地面 一般是屋面枣坡 那屋面枣坡一种两种方式 一种是建筑枣坡 一种材料枣坡 那现在我们没有敲开地板 其实很难知道 但它是有一定坡度的 但是为了去弥补它的坡度 我们一般处理的方式就是 可能再重新装修的话 就是敲掉我们原来的木地板 重新铺 方正我觉得从你的角度来讲 也是希望干脆让我重新来个 一张白纸好画画 对 因为它的要求是不要大改 那不要大改的基础上 我们可能就是用一些 四流瓶的方式 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 单方向的一个倾斜 它是一个双方向的倾斜 四流瓶水泥的优点是 可以厚度从两毫米到一厘米 也就是它能够很快的平整度 但是缺点就是需要重新改造 那这个业主的话呢 他说不建议 只能够微调 对 只能微调的话呢 所以我们就是偏向于用 PVC材料来进行调整 在具体的铺设的材料方面 针对这个具体的家庭 我们都可以对它来进行 夺身定制 是 那么因为考虑到容先生 在我们节目的求助视频当中 专门提出了 关于这个地板倾斜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既不能够进行 大的翻修 不能够把这个地板敲掉重做 那同时呢 又能够给它起到补救 究竟该怎么办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的设计师 立方证 给出的一个设计方案 因为容先生家 原来他整体的色调上 他是采用剩颜色 剩颜色的话 跟白墙面的地板 形成一个鲜明的色彩对比 也会让他那种倾斜度 感知更强 所以说其实容先生 在他的自己家中啊 就很明显地感受到这种效果 然后所以说 我还是采用浅色系色彩搭配 这个位置呢 就是他的厨房 他原来厨房 其实基本不怎么使用 老年人 老年人跟年轻人 共同居住的情况下 还是可能会经常使用到的 他原来的格局上 原来的柜子是一个U型柜 然后把它改成L型柜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考虑到共住 共住的情况下 我们要考虑它的五障碍设计 所以说要把它的这个空间 还有通道 交通面积扩大 一共两代人 共同使用的一种 这样的一个空间需求 在它的人车窗的话 我这个下面做了一个隔板 这隔板也是为了考虑以后 将来有可能要使用轮椅的话 对 轮椅的情况下 它有一个这样的工作台 而这个工作台的高度 大概就是六百高 把它的无障碍也考虑进去 对 这个区域其实看起来是两个空间 是一个正常的 我们的餐厅跟客厅 然后它的餐桌呢 这个位置 我考虑到是一个活动型的餐桌 把这个餐桌直接折摆 伸到上面 那这个时候 我这个餐厅的这个这块区域 我就可以使用 释放出来了 对 之所以这个客厅这么长 造成了一个大概三厘米的高叉 所以我认为 其实应该缩短客厅的高叉的距离 然后呢 在它远端那边 其实是有个榻榻米座位的 这个榻榻米下面 可以放很多的储藏 然后呢 也是为了一点就是 控制整个客厅的长度 因为客厅越长 我的起坡就会越陡 对 这个时候我老年人的那种感知会越强 我把它的原来左侧的主要的门 把它开成这种玻璃扇 把光可以射到我的室内来 关键是它的空间感会 视觉感觉会更开阔一些 对 这个工作区域呢 我考虑的就是 原来它这个地方是一个壁厨 它这个壁厨 我想把它直接取消掉 因为荣先生他是话剧表演 需要一定的空间 可能会影响到老人的休息 那这个时候 我把它的那个书桌 就从卧室里搬出来 这个空间就相当于 它的一个书房 就具有了独立性了 对 这个是它的那个卧室 在它的临窗的位置 就会有一个活动区域 这个时候可以供它进行一些 平常的排练表演 这个卫生间呢 在它的马桶边上 有一个金属扶手 然后还有在它的淋浴房里面 其实有小鸽板 这个都是为了老年人以后的 独厕之后的站立 然后其实可以看到客厅里面 还是有一些扶手存在的 这个扶手的大概的直径 大概是在35毫米左右 那一方面呢 是可以给老先生做扶手用 另外一方面 如果荣先生需要练功的话 可以当把杆来用 对 那次卧的话 就是做出完全无障碍的一种房间 其实老年人 对阳光的需求要更大 对 所以我选择在它这个地方做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 在整个空间当中 我每一个房间都做了这种 可折叠式多功能性的一种书桌 这个书桌是给它可能平常阅读 还有工作所使用的 还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可能以后老年人使用轮椅的过程中 我们要满足它的一个无障碍的转弯 要让动线更加流畅 在两代人同住的前提下 本次方案的设计理念 更注重考虑老年人的生活舒适度 与便利性 同时设计风格上 还参考了瑞金公寓本身的建筑设计风格 在细节上增添了众多老上海怀旧元素 使其在兼具现代化 试老性改造理念的同时 可以在美学上 呼应瑞金公寓整体的老上海历史风情 方正是给出了他们家 一个完整的改造的方案 但是容先生他提出了 最好是不要大动干戈 不要翻修 最好能够当天就入住这样一个需求 所以考虑到两方面 我们这次是为容先生家的几处重点区域 进行了地面改造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为了满足容先生当天入住的诉求 我们为他选择了一款环保的 自沉式地面材料 这款材料的施工过程快速便捷 可以做到零粉尘零噪音的效果 铺完就能入住 就是你往上放的话 它是往下沉的 就是说你用了哪怕几年以后 它不会撬啊 也不会拱起来 然后它又不是要浇水 所以说铺完以后 可以马上入住 没有任何意味 我们为了防止就是老人啊 摔跤 哪怕碰到水 它也不会滑 哪怕是不小心摔跤了吧 它还有一定的缓冲作用 它是弹性地板 除此之外 它还可以模拟出水磨石 大理石等材质的视觉效果 既美观又实用 而卫生间地面材质的选择 我们也同样为其选择了一款 不会产生粉尘 无噪音 无甲醛的地面卷材 这款卷材具有防滑 速干 抗菌的特点 并且 由于它的隔热性能突出 即使冬天赤脚着地 脚感依然温润 而它优异的缓冲性能 也可以有效减少 因为摔倒导致的二次受伤 突射之后 感觉真的是不一样了 那么刚才呢 我们在方阵的设计方案当中 也可以看得到 它在两代人同住的前提下 反复在强调说 年轻人一定要需要为老年人 多做一些考虑 而在刚才改造之后的 这个短片当中 我们也看到 重点区域是选择了 板材和卷材来进行改造 那我这里就特别想 请教一下你一名 这个板材和卷材 针对老年人的一些防滑 等等都考虑在里边 那么这个就是 基于这样的考虑 来进行的选择是吗 是是是 PVC材料的话呢 最早是从医院开始 医院 广泛流行 然后片材呢 是大量的被机场广泛流行 也就是人流量多的地方 适合用耐磨性好 硬度高 但是呢 还要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轮椅车 因为我们在机场的时候 有大量的轮椅 那些推的东西 那同样的演变成 到居家里以后呢 我们的房间里面的材料 建议是用硬一点的材料 表面耐磨好一点 大家也不要只认为 是弹性的问题 那它现在还区分了一些功能 就像卫生间 销凑功能 防滑功能 我们国内比较常规的一些 老住宅 它的淋浴房和马桶 是在一个房间 因为在一般的男性的情况下 它有的时候会不小心 那它这个产品 在24小时里面 会把氨气味道化解掉 这个产品也在上面 有抑菌的材料 就是防止脚险滋身 包括我们也看到 在卫生间的部分 它是有一些潮湿 和起霉斑的情况 那么如果我们使用 这种新型材料 其实这一点也能够得到抑制 是吗 完全是达到的 那厨房间的卷材呢 就是油腻的功能 甚至可以让保证 有些锅子 放在地面上以后 半个小时取出以后 它热量 它不会翘起来 浇水不会脱沉 那么在就是 老年人和年轻人 共住的这种情况下 两位专家 还有什么样的建议 给到他们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 转按半径的问题 甚至说 我们也要考虑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在吨位的旁边 加上一些 无障碍的栏杆扶手 还有一些应急设施 加一些那种应急紧急按钮 这种高度呢 一般控制在 可能它会有 两个按钮的高度 一般有的高度 是控制在700到800之间 还有一种高度 就是摔倒之后 它的高度可能就是 要再低一些 对 要再低一些 可能就是20到30之间 前面说的扶手 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扶手 在我们上海 以及发达的国家 已经出现一种 叫做前倾式扶手 这个扶手很好玩 它是从前面 翻到这边 让我们家里的父母 在上厕所的时候 摔倒了 这个时候 它给它一个作用是 可以依靠 人靠在前面 这个产品 其实已经在我们上海 大量的老人的居住 以及养老院 被大量的广泛使用 因为现在上海的老龄人口 已经超过了25.3% 所以这个适老化改造 现在可能每个家庭 或多或少的 都需要面对 或者说未来也要面对 我觉得多一些 这样的产品 包括多一些 进行这种思考的设计师 也是造福人群 非常感谢两位 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那两位专家 也给老年人和年轻人 共同居住 要怎样进行改造 提供了很多的建议 那么荣先生家的问题 也一揽子地得到了解决 再一次感谢朋友们 收看了今天的节目 您有任何关于装修上的问题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2562525 我们会帮您解决 家住普陀区的王小姐 来电反应 去年11月装修时 购入了一批木地板 购买时商家未告知 该地板不能在地暖上铺设 后续在使用过程中 因为开启地暖 导致地板出现了乞窍问题 在与商家沟通后 商家拒不赔偿 自己应该如何维权 如果商家在销售地板过程中 从未承诺或宣传 王女士所购买的地板 可用于铺设地暖 在双方签署的买卖合同中 也并未展明该地板 可用于铺设地暖 王女士在购买地板时 也并未向商家特别告知 购买地板要用于地暖铺设 那么除非所购买的地板产品 本身存在质量问题 不然王女士因地暖导致的地板蹊跷 只能由王女士自行承担 不能要求商家承担赔偿责任 感谢您收看了装修新闻资讯节目 祝家有道 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